头痛吃头痛药 胃痛吃胃药 症状好了 不舒服的感受缓解了 通常有些人就会自行选择停药 但是你知道吗 有些药物是不能说停就停的 否则可能出现抗药性 抗生素它的特色 就是它必须要在体内 有一定的血中浓度 杀菌的效果才会好 那如果你就是选择说 我可能吃了两三天 我发现好像好很多了 那我自己减量好了 或者是我就干脆 哎好了嘛 那我就不要吃了 那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你体内的这些病菌 有可能没有被完全杀死 那你不但病情没有好 而且你还养出了一个 可能有抗药性的菌种 除了抗生素的治疗 需要一个疗程 抗忧郁的药物也是 服用药物的时间要够长 效果才会比较显著 那以临床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数值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数值 就是一个平均值来说 有时候它的治疗可能需要到 使用第二周开始 才会有比较显著的一个疗效的 一个出现这样 那很可惜的是啊 这一类的药物 他们常常会在 使用的第一周 可能副作用就会先出来了 那这确实会大大影响 就是在治疗的病人的一个 用药的意愿 若是吃了一阵子 状况稍微有起色就停药 反而可能造成病情的反弹 此外 有些人会习惯将自己的药分给他人 但医师指出 有些降血糖的药物 对肾功能不好的人 是禁忌 那这么说好了 就是其实没有经过医师的诊断啊 事实上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家人 他现在的生理状态 他的肝肾功能 现在他的基础值多少 你不会知道 那如果说你在这种 不知情的状态之下 给他使用药物 那其实有可能造成 他的一个器官的负担 那更严重的话 也有可能造成他 假设说因为血糖过低 那他可能会跌倒 甚至会有一个昏迫的现象 这都是比较不好的状况 药该怎么吃 该吃多久 都应该与医师沟通 避免擅自停药 才能确保用药安全 记者林秀艺庄 树庭高雄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